嗨各位 我是景川一 感謝各位對於早劍殺之聲優坦的大力支持啊 今後我會持續cover更多聲優版成長的軌跡 好那今天是系列的EP2 辣個大名鼎鼎 如果 嗯嗯 有顏色的羽公天 羽公天絕對是本世代最具知名度的終生代女聲優之一 話說請問各位覺得一般漫迷們一想到羽公天第一個會想到什麼呢? 嗯 是人家極為搶眼的深藍色洋裝 在現代已經十分罕見的正統黑腸直 還是他根本就已經是逆天的超高顏值呢? 嗯 這三大點的確都很具有代表性啊 但是 不 認識羽公天這位聲優的人我跟你保證99% 都是想到那兩個字或者四個字 意思其實一樣不是那麼重要啊 這個標籤是如此的具有代表性 自從人家配了辣個角色之後 他甚至強行佔據並取代了羽公天原本的所有人設 稱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嗯嗯女神 不過羽公天究竟是否真的是一個呢? 我們就一邊回顧羽公天從出道到走紅的旅程 一邊了解真實的他到底是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吧 小時候的羽公天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小孩 在他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有一股不知道從哪來的自信 認為自己鼻腔上那些女明星都還要可愛 才藝表演的時候還自告奮勇登任主演 嗯 你們看他的臉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他的自信是哪來的啦 而最終表現也的確都很好 因此羽公天這個時候就開始產生了一種想法 以後想要做可以掙在人前出風頭的工作 只不過升上國中之後 羽公天這樣的性格卻漸漸開始引起其他同學的反感啊 使得人家國中到高中中段期間個性變得較為低調內向 午休時間吃飯大多都是一個人吃的 但是升上高中後羽公天認為自己必須要改變 雖然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 但他還是主動報名學校的親一部志願當主唱 然後同樣是在高中的時候 羽公天有一次無意間看到一部升幽出演角色同整的影片 當時他被那位女升幽可以一個人飾演這麼多種不一樣的角色給大為證哲 因而決心要成為一位專職升幽 話說你們一定很好奇他看到的到底是誰的影片吼 答案就是 沒錯 哲成美雪 嗯 某些升幽除應該可以從前面幾張圖片中看出來 那個時候 羽公天連那些角色是誰都還不知道 就把這部影片轉成MP3檔然後每天上學路上一直停一直停 羽公天表示 與其說我是因為喜歡動畫所以志願當升幽 不如說我是因為喜歡升幽才志願當升幽 顺來提喔 各位現在看的畫面是2014年7...8年前 羽公天出演了一場交叉採訪 當時的羽公天正屬於他人氣大爆發時期 但是你們可以看一下他交叉採訪的對象是... 伊藤美來對39的升幽啊 現在還會有人說伊藤美來是新人升幽 但我真的要說 人家是真的熬了非常非常久才好不容易有了現在這個位置 好啦 我們回歸正題喔 2011年羽公天順利考進了索尼娛樂旗下的Music Rain事務所 並在明年2012正式出道 跟高原彩陽 護松堯 還有風吉艾森都從一間事務所 嗯?等一下啊 風吉艾森 前兩年羽公天出演的不外乎是一些小角色 科學超電磁砲S的女生啊 或者我想成為世界最強一堆正媒摔角的動畫的早賴愛華之類的 就這樣來到了2014年 每一個一線聲優都有其爆發的一年 就像宋剛珍城市2012賈茂純迷世2020 2014去羽公天開始展露頭角的一年 這一年羽公天產出了她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批代表作 這裡有我們舉六個來當地走 第一 魔法科高中的烈等生的 光景碎香 生雪 早見殺之的大捏捏好閨蜜 第二 七大罪的女主角 伊莉莎白 從國家流亡的大捏捏公主 第三 老虛烈動畫界 最後的靈牙 阿魯多諾娜AZETO的火星公主亞塞蘭 然後這位公主又流亡了 第四 這個應該就很多人知道了 展赤紅之童的主角赤童 自於第五 第六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首先是羽公天生涯的第一個主義角色 伊莊的朋友騰公相知 什麼? 怎麼這麼說 景川一我自己就是從這部作品才第一次認識到羽公天的 伊莊的朋友劇情大體上在講主角某一天在班上認識了一位神秘的女同學騰公相知 並發現他有一個心理疾病 會讓他以一周為周期自動reset那些有關人際關係的記憶 所以整出下來我們就是看主角一次又一次的將女主示好跟他交朋友這樣的小青青戀愛喜劇 其中羽公天飾演的騰公相知呢 個性表面上顯得比較冷漠一點 但其實是一個非常友善端莊的文學戲證媒 然而令人比較意外的是 第六個我要介紹的羽公天在2014年的另一大代表作 會是一個反差如此劇烈的嘗試 沒錯 東京餐種的女主角 舞蹈董香 如果說一周的朋友是我看過的第一部羽公天作品的話 那餐種大概就是大多數人看過的第一部羽公天作品了 恩 這一部怎麼這麼剛好捧紅了兩個現在都靠水出名的僧優呢? 恩 總之董香是本作的女主角 平時衛裝成普通人類都學到上學的高中生參種 你們可以聽出來配董香的時候 羽公天把自己的聲音壓得非常低且扁平 好呈現出這個角色給我的兇狠感但 對啦 前面你們看董香就是一個不好惹的樣子 可是到RE之後就只是一個字而已喔 就是婆 公司2014這一年下來 各位應該可以發現 但就這個草上的一年 羽公天就展現出了相當廣泛的細度 當然你以為人家會先多配幾個清純學生妹 不過沒想到 他突然跑去開始帥氣不夠言笑的赤童 甚至是董香這種稍微有點太妹感的酷妹 這對一個新人生優來說算是相當稀奇的 可是羽公天怒饕的2014還沒有結束 因為還有另一大象 羽公天也正積極發展的項目還沒有講到 也就是歌唱事業 生優偶像化這個現象大家現在應該不會覺得有多稀奇 顧名思義就是把幕後的生優更多的推到目前做傳統偶像的唱跳啊 拍寫真啊 上節目啊之類的多媒體活動 謀求更多元的發展 以及更多的錢錢 2014年 羽公天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歌唱作品《奏》 翻唱自樂團 無限開關的同名曲子 這首歌被用在了一周的朋友的動畫裡面當作片尾曲 說死話 我覺得知道這一首歌的應該比知道動畫的還要多 而到了8月 羽公天自己的第一張原創單曲《Skyreach》發售 這首歌被用作展翅紅之紅的片尾曲《再來再來》 對 還沒有玩 這一年的羽公天還與另外兩位一起考進Music Rain的同期 《麻倉桃》以及《夏川追菜》三個人組成偶像團體 Tri-Sale 正式展開偶像活動 這個團名就是羽公天取的 Tri-Sale 本來是指傳職在天后不加收用的小凡的意思 然後英文的字跟Tri-Sale 本身也有三人組 動詞Tri-Sale 則是嘗試挑戰的意義 希望這個團體在大風大浪中也能持續順利的前進 正是羽公天貫注在這個團名中的期許喔 為了不說 取得還真的很不錯 三位團員以顏色劃分 粉紅色是麻倉桃 黃色是夏川追菜 而藍色呢 當然100%就是羽公天啦 羽公天對於藍色有著非常強烈的愛這件事 我想各位看影片這樣看下來應該是不會感受不到 因為他 有將近80%的場合都是穿著這類深藍色的服裝 是因為 嗎? 不是 羽公表示他從小學開始 自己就很喜歡這類水藍色系的顏色 但越長大的開始偏好這種更深更濃的皇家藍 寶石藍之類的 色系 到最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對他來說 這個世界上的顏色就只有兩種藍色 跟不是藍色 如果得用一個漢字來表達自己的話語公天以為選擇 青也就是日文裡面的藍色 代表是他十分憧憬藍色使能感受到的 這...的...智慧啊 呃...高貴啊 呃...咳咳 還有...堅強的...堅強的... 意志 堅強的意志 之類的氛圍 呃...不是 你們在笑什麼 人家可是很認真地闡述他對藍色喜愛好不好 是有什麼好笑的啊 好 我們繼續 2015年語公天出演的知名角色有 大線將至的AI機器人可塑性記憶的艾拉 早伴艾一年成為了人工智障的先驅 母娘同居日常的米亞是一個很想成為主角的政公 可卻全程砍遭一個又一個人巫娘情敵攪局的伴蛇族少女 我還記得當年的漫展有人製作了米亞的等身大抱枕 全長七公尺 締造了史上最長動漫抱枕套的傳奇 接著名捷2016年 那個讓羽公天成為羽公天的人物 為這個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的女主角之一 女神 阿克雅 大約2014年底 羽公天有在一次雜誌訪談中表示過 自己最不擅長的角色類型就是這一種充滿能量的笨蛋角色 所以在思考該不該去試鏡阿克雅的時候 她內心其實是充滿掙扎的 因為你們要知道造就KonoS8這一部 現代不可多得的搞笑神番的主音 有一般以上是多虧了主演的 輔導潤 矛野 艾依 高橋 李依 還有 對 羽公天 四個人之間非常緊密同時又充滿寂靜的喜劇 雖然說我們現在常用羽公天 括號CV 阿克雅來玩梗 但是要說至今為止哪一個角色是距離羽公天本人最遠的 那我告訴你 絕對就是阿克雅 OK 那以防真的有人沒有看過KonoS8 那羽公天在裡面飾演的阿克雅是一個超級自我感覺良好 可心理素質卻又極低被主角何真強行拉來異世界之後 成天大哭大鬧瘋狂搞事的人稱 打美神廢物女神 身著一身象徵智慧 高貴 堅定意志的藍色洋裝 頂著一顆感覺射過去就可以得分的圈圈盤法 還有不管從任何角度看過去都絕對不會走光的 鋼鐵全擺 能力值全項目都非常的高 但偏偏智力跟幸運太低 結果硬生生的把前面的高威格全部抵消掉 到最後除了回血復活 或者把它跟泡茶包一樣丟進池子底進化水源之外 基本沒啥作用 羽公天賦予阿克雅的無恥賴皮 靈魂苦好看是真的讓觀眾產生了很大的共鳴啊 使得智障女神四個字 被動的跟到了羽公天的屁股上 強行圖改人家們還有點高冷正同派美女的印象 現在大家看到她就是茶包女神智障女神這樣叫 不過各位還記得我開頭問了什麼嗎 對 羽公天到底是不是一個人如其小的智障呢 這邊我們就要來看幾個羽公天從小到大 曾經做過的一些奇葩行徑 讓正在觀賞主播影片的你們來判斷她 究竟是一個智障 還其實是一個隱性的天才吧 事件1 日本有一種商品叫做襪頭膠 就可以塗在你襪子邊邊讓它不會一直滑下來的東西 有一天羽公天發現他的襪頭膠竟然沒了 所以他就拿了真的膠水來代替 事件2 某一天羽公天去洗澡的時候發現洗髮精沒了 不過因為實在懶得去換 所以就改用沐浴乳洗頭 起來好一段時間 事件3 有一次羽公天在跟店員講話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嘴唇好乾啊 就從包裡摸出了自己的護唇膏塗 可是塗一半發現 等一下這個不是唇膏 而是牙膏啊 然後就偷偷把嘴唇上面的牙膏舔掉 事件4 羽公天的房間亂到連書架都歪掉了 還是可以保持平衡 某一天他覺得房間傳出一股怪味 用力翻了一下之後 找到了一顆已經腐爛的梨子 事件5 羽公天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準備洗腳踏車回家的時候 發現踏板上出現離職 職足 喔對一方有人不知道 羽公天他是出了名的膽小 而且最怕的東西就是蟲子 上個月他跟本杜峰在跑宣傳陰陽眼見子的行程的時候 錄影現場突然有一隻蟲子跳到他的稿子上 嚇得羽公天直接往後一跳 總之羽公天跟蜘蛛鬥了整整10分鐘 總還是無法將其驅逐 是後來有一位好心女性經過幫羽公天處理的蜘蛛 還終於可以回家 當時的他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沒用啊 而暗自哭泣 事件6 有一次羽公天穿左右不同的鞋子出門 途中他雖然有感覺 欸怎麼這麼難走 但還是沒有發現鞋子穿錯就這樣抵達了錄影現場 事件7 羽公天有在慰文花明團隊於2016年推出的新作 好想大聲說出心裡的話中飾演女兒 參加首映會時羽公天想形容一場自己最喜歡的戲 然後就開始跟沒事一樣的爆雷電影的內容 是直到其他生有急忙阻止他在剎車 好啦 這樣一串看下來 羽公天要說他是精明還是脫線 那我覺得可能還是後者 哇 果然是真人版智障女神啊 應該會有很多人這麼想 那畢竟對我們死中10獎粉來說 看他各種犯傻就是絕大的享受 但也只有這種時候 我也想要乖乖的套一句烤歌的話 對 不能太把生幽跟角色聯想在一起 撇開各種奇葩行徑 單純以一個完全客觀的眼光來看羽公天作為生幽 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事實上在一部QA影片中 我覺得羽公天已經給出了一個對自己再中肯不過的評價了 正確嗎? 咦 雖然是一生懸命 是的 邋遢但全力以赴 即便羽公天可能平時真的比較隨便少跟進一點 可是你要說他智障那絕對不會是事實 像你們還記得人家高中的時候為了改變自己而跑去組樂團嗎 那個時候的羽公天內心其實是非常抗拒的 不過理性上他知道他並不想要維持現在這個邊緣人的狀態 所以刻意將自己丟入一個無法回頭的處境 都已經要上台表演了 你要是還在那邊扭扭捏捏 愛唱不唱那肯定是最丟臉的 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強迫自己改變 就連生幽除掉這件事 十年前的羽公天當然也是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成功 你們可以感受到羽公天長大之後 自我評價其實變得還蠻低的有沒有 因此不管是面對視鏡啊 配音啊 還是演唱會啊 沒有一次他是以一個腦袋螺絲沒鎖緊的狀態上陣 相反的他皮繃的比任何人都還要緊 羽公天心中有三大面對舞台的信條 這是他從工作人員那邊聽過來的 不吐 不倒 不回頭 這三句是羽公天心中奉為歸孽金劇 我們現在看著津津有味的KONOSU吧 當然這部絕對是主演們全部放飛自我才能創造出來的經典 只不過大家也許沒有注意到的是 要真正達到所謂的放飛自我 要把這一個全程都在 鬼喉鬼叫大哭大鬧作品演好 聲優們需要貫注多少能量在上面 好 那羽公天近年來肯定是不會缺少經典的作品 例如2019年曾經在宅圈中掀起一陣健身熱潮的 劍身少女 裡面羽公天飾演的是熱愛肌肉與健身的大家閨秀 將端庄與沙雕這兩個面向成功結合起來的一個角色 公主連結愛吃布林的小幽靈公子 話說本作監督跟科諾斯巴是同一個人 所以動畫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從科諾斯巴跑過去串場的聲優 其中像羽公天還有輔導潤就是比較明顯的例子 再來遊戲P5R的方澤霞 荒家版的新老婆 以新體操的體育特招生這個身份成為主角的學妹 外表可愛端莊 但不管新體操再怎麼騷吧 再怎麼優雅都還是專業運動員 因此個性其實有點偏熱血 而且還有大石怪屬性 像當年啊 僅穿一第一輪P5R為了單攻方澤啊 硬是收了10顆友情巧克力 2020年羽公天出演出租女友的女主角水源千賀 一言以立之就是一個毫無死角的正妹 維持形象的功夫堪稱完美 面對主角雖然有時候會比較咄咄逼人 但八成都是主角自己的問題 所以沒關係 最後 2021年陰陽眼劍子的劍子 羽公天於這一部展現了他在下破 但還有莊梅師之間默默拉扯的精湛演技 好吧 由於到今年為止 羽公天出演的作品有一半都是續作 因此能講的角色越來越少 不過羽公天還有一些周邊的活動會想特別提一下 首先是人家的YouTube頻道 在一年前羽公天創立官方的音樂頻道 還有一些拍料理遊戲企劃的影片頻道 頻道的主視覺呢不用說 全部都是藍色 封面是藍的 杯子是藍的 帽T是藍的 上衣也是藍的 你們如果仔細看的話 他煮飯的時候是有穿圍裙的 只是 對 顏色跟上衣完全融在一起罷了 能找到顏色這麼一致的圍裙工作人員真的也是不簡單齁 喔對 現在各位看到的影片是羽公天的料理企劃 名字叫屈服料理 整體內容大致上就是看羽公天一邊碎碎念一邊很隨性的煮東西這樣 切菜啊 加調味料啊 基本所有的流程都是大概就好 非常自由的一檔節目喔 時不時TEN講還會日常出隨一下 我剛才加了麵汁 醬油不是醬油 哈哈哈哈 總之就是治 啊不是 邋遢但全力以赴的女神的日常發揮啊 打從2012年出道 至今羽公天現在 無疑是已經確立了自己身為一線知名聲優的地位 這時我們再回到2015 羽公天還沒被選為阿克亞聲優的那個時候 當時羽公天對於自己還沒抓到角色的感覺 這件事感到十分的不甘心 可是又有點奇妙的是 他聽到很多粉絲認為阿克亞很白痴所以很棒 但其實啊 當羽公天在想像 所謂的白痴角色時 他腦海裡是沒有浮現出阿克亞的形象的 他表示雖然依依結果來看的話 阿克亞可能真的有點蠢 不過在詮釋這個人物的時候 他並沒有將所謂的白痴感作為飾演阿克亞的第一要點 阿克亞的感情表現很豐富 每句話的意思也都很明確 語速還很快 重點是口齒也很清晰 這些都不是一個傻瓜會有的特質 羽公天很驚訝自己與他人的觀念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他沒有特別想爭一個誰對誰錯 可是最起碼我們知道 在飾演阿克亞的時候 這就是他的堅持 看到這裡我不確定有多少人對羽公天本人的印象產生了改變 可至少我自己是認為 羽公天就算有很多時候 行為真的非常的失控 生活形態有點邋遢 一不小心就在首映匯報了整部電影的雷阿 但從上面那些故事中我們還是可以知道 人家是很有自知之明 且不斷試著讓自己更好的 跟羽公天同屬Tricel的麻糟陶酒 講到Ten講錄音的時候 就連那些最細緻可能只是咬字有那麼一點點不清楚的地方 他也會主動舉手說他重錄 而像這樣對旁人來說也許顯得很沒有必要的堅持呢 其實反而是他尊敬羽公天的地方 OK 景傳1聲優坦1皮2 羽公天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這集之後大家可以更認識 也更加喜愛上羽公天這位聲優 下一集我現在是茅野阿姨或者松岡兩邊再選 各位比較想看的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景傳1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見 贈呢 adin subred 在熟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